今天播放20年前的行山片 行船灣淡水湖加油境 由於用錄影機以前的畫面比較模糊 不過看到路徑跟現在有很大分別 今天來到船灣淡水湖的這條主壩 剛剛遇到今天有半馬拉松21公里的賽事比賽 今天我們打算去逛環湖的郊遊徑 剛剛在畫面經過我們見到這位非常之著名 每個人都認識的長跑伯伯叫做葉伯 他叫做葉明倫 當時他在長跑界都很出名的 前面看到今天我們第一個要攀登的山 叫做長排墩 我們大家在研究 我們這次第一次走這條環湖郊遊徑 好了大家繼續向前進的路徑 這個應該是長排墩 要看到路徑非常開揚 今時今日現在就看不到 經過了主壩之後 現在開始進入庫壩 準備上山前的階段 前面就是上山的位置 當然可以看到是非常之開揚 看到了 今天就看不到這些這樣的景象 警告前面山徑艱險難行 請勿前進 不過我們現在呢 就是前進 是的 其他我就是前進 大家看到這條山徑 當年完全是泥沙石路 沒有樓梯級 兩旁也沒有樹遮住 看到了前面遠方的山徑路徑 一路沿路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對方 現在鏡頭這個畫面就是今天的路徑 你看到大家鋪上樓梯級 完全是兩旁的樹蔭 前面這條泥沙石路非常之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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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陣要上的長排墩的路徑 很開揚的 完全沒有樹木遮擋的 而且都挺斜的 而且都挺斜的 在上這個斜路前呢 有一個小平台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 喝水的 我們遠的離間 在上這個大斜坡之前呢 有一小段要下斜 都浮沙石是挺滑的 Anik正在下這個小斜坡 但他們其他人在哪呢 他們啊 其他行友呢 已經陸續上這個大斜的泥沙石路了 那這段上去的路都其實幾滑和線的 也都相當之斜的 今時呢已經不見了這條路了 一馬當先就是Garry哥和Dicky 這條路都雖然短短的 但是都幾嚇人走一下的 當時來算一下 現在都沒有辦法形容到這段路出來 這條遠望這條路呢 就是上來差不多 現在上來長排敦山頂這個位置的了 那現在後面上來的 最後一個人呢就是Anik來的 慢慢上來 這條比較平緩一點的了 上了之後就是這條路 那在鏡頭前面遠處 一個彎位上來的那個位置呢 那裡就是剛才上來的那條斜坡來的了 上來呢 轉個彎呢 就開始平緩一點到這個山頂的 那這一個呢就是長排敦的山頂了 那有條標高柱的 那大家看到呢 這條是360度無敵海景 那無論多遠的地方都看到了所有的前後山坡的 那些路呢 又不是斜的 那當然呢 多石多沙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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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踩不得腳踏實地 現在又很睏 是呀 可不可以躺到床來呢 一坐定開始睏 這裏睡著了都不行 這麼冷 不坐有自可 熱天如果有風的話好 現在這樣都辛苦的 我們現在遠望呢 這邊看不到 我想去到六湖銅才看到黃竹國海 掃了整個船灣 我們現在這個景呢 就是赤門海峽 赤門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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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那這邊呢 就是船灣探水湖 內湖 是 那 那 對面遠望這個呢 就是碼頭峰 再過 再過那邊呢 就是仙姑峰 就是八仙嶺 然後拍那些閃閃一下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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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算督到上來 好了 那最後一個到達山頂的站立 上到來 大家就可以在這裏休息一下 再出發下一個站頭 那 那現在這個片段呢 就是今時今日的船灣探水湖 這裏就開始下去那條 斜斜的路之前的路 然後再上斜路 上去長牌墩的 那這個位置就是 落斜的那個泥沙石路 現在的樣子是這樣的 那 接著再過來呢 這裏就到了真正 現在的長牌墩山頂 見到大家呢 360度 已經被那些樹圍住了 什麼都見不到的了 和以前 根本上天丸之別 那現在這個角度 看到大歐哥上來的位 就是 當年 上來的位置 好了 那現在大家呢 就離開長牌墩山頂 開始下山了 那下山這段位 都幾斜下的 又是 那麗Sir正在 小心翼翼地下山 拿著筋 那離開長牌墩呢 我們現在跟著呢 向前面的 叫做三門山的位置 進發 那以前的路徑呢 是非常之開揚的 山坡之間大家互相都可以看到 那又不會說大家走失了的 又離遠都可以看到了 前前後後的 那滴旗呢 正在撒開大埔 繼續向三門山方向前進 那沿途的路徑呢 好像這些 都好多沙粉的 沙沙石石的 都幾滑腳下的 當年呢 大家看到了 遠方里又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那現在這個角度呢 就看著 李Sir上來了 一陣子呢 就輪到 Garry哥的了 那這個角度 我們今時今日呢 呢 行山呢 都仍然有這個印象的 看影片呢 都還記得 可以看到了 步步有力啊 李Sir 其實這段都幾斜下的 就這樣看就不覺得 就這樣看著 遠方的Garry哥 就追緊上來了 雖然浮沙碎石 大家玩得非常輕鬆腳步啊 當年大家更年輕一點 稍微啊 雖然都不是年輕的了 在這個角度的路徑呢 我印象都非常深刻的 每次行山行這裏呢 每一次如果拍呢 都一定拍到這個位置 和角度的 Garry哥呢 是我們當年的大隊長 他負責帶路的 這一段路都幾廢氣力的 真是 浮沙碎石又斜 好滑啊 好鬼線啊 看一條現在的片段 就是剛才那個位了 一模一樣 就是雷Sir Garry哥上來 上面呢就是斧頭沙 那現在呢 就向這個斧頭沙的方向 仍然都是非常之開揚的路徑啊 個個都非常有力啊 灑開大埔 向著這個斧頭沙方向 阿雷Sir在這裏走著 跟著就輪到見到Garry哥 這裏前面 就是斧頭沙的山頂來的應該是 應該是 沒有標高處的 已經到了很久了 你們走得這麼快 不是啊 不是啊 我看你追上來拍攝的 我追上來拍攝的 我追到刺廢 對啦 你追完來拍攝的嘛 追什麼啊 追那四個 是嗎 走遠的 現在走了六個山 是呀 不經不覺的 我們剛才那裏數起 十個山過了六個 嘩 最遠最高的是我們剛才站的位 這裏呢 這個應該是鵝計頂了 那背影那頭呢 鵝計頂偏左邊呢 這裏應該就是 六胡同 哇 多難上啊 一半都沒走到 多難上啊 這裏才是霸 不是這裏是細霸 好啦 那休息完呢 現在大家一齊 就向這個鵝計頂方向出發啦 好啦 那現在向著這個鵝計頂方向的 位置進發緊啦 那麗Sir就一馬當先啦 對孩子進發緊水化的 接下來是Garry哥後面的Dicki 再遠方呢 就是我和最後的Nick 現在開機拍照的 是Izac來的 啊 麗Sir又嗆嗆聲啦 大家現在看到 前面這一條不直的斜路呢 才是俄繼山的山路啊 更正了刚才一个是错的 来到上俄继顶这条路真的非常斜的 有浮沙水石 跟现在去俄继顶 你发觉都没有这条路见到的 现在是两旁柱阴的一条比较平门的山径 Garry哥就上来了 相当斜啊这条 而且很滑 又滑又斜 古道有点级 是啊 路比较轻松一点 这里也像蓝蛇尖那么斜 而且比蓝蛇尖真的滑过蓝蛇尖 在某程度上 也有超过300级的 脚步来计 不过就都不辛苦 没问题那继续前进了 现在这条变短就近一两年行 上去俄继顶的路的右手边的牌 可能就是以前的路 现在这里过了俄继顶就开始进发向陆湖洞的了 这条就是上陆湖洞的山径啊 那时候很开阳的 离远都看到了 现在正在攀爬中 现在呢这条路就应该看不到的了 太多树遮着了 好了那现在这里上到来呢 最后这个位呢就是陆湖洞的位置来的了 上完这扎级就到这个平位 那大家就在这里休息 那在这个位置呢 都可以远望呢 整个 旋湾淡水湖的全貌的 那大部分人来到这个位置都有些休息的 这条转过去呢 就可以看到了整个 旋湾淡水湖的远景的 那背后呢这边望过去那边就去观音洞的了 后面这里呢就可以出黄竹角咀的位置来的 后面的是落跌死狗的 好了那我们休息完呢就离开陆湖洞 开始向观音洞进发 那现在呢在观音洞 望回望就看到Garry哥 和我在这里落山 那这个拗位呢就是由陆湖洞来的 那这里都仍然有一些崎嶇的山径的 黎sir上到来了 上到来行前些呢就是观音洞那边来的了 那现在这个片段呢就是我们离开陆湖洞 就是最近期拍的了 那大家都会向这个 这个码头峰那个方向进发的 因为上一次那年20年前呢 拍到没有电的了 这个就是最近行的 那就补充了最后的段落的景况啦 那新的片段呢就见到 大余哥和Timmy 还有阿昌和我的四个人行的 那就来到这个观音洞啦 好了1点半钟到达大洞 和大余哥 一月大余到大洞啊 哈哈哈哈 你姓大的啊 没错到达大洞 又可以拍摄照 又可以拍摄照流量 好了那现在呢 现在叫做三台顶啊 再过前陈旁就去到鸡仔洞的了 这里这些碎子路都 都挺斜下的 继续加油努力上攀 1点59分 来到横岭坳 好 又见到大余哥一马当仙 又厉害了 哈哈哈哈 这些长途之霸 不是啦 我们年纪大行仙的意思 哈哈哈哈 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信你信你信你 好有力的上山啊 还有大把在手 好了2点16分 我们就来到鸡仔洞这个 測量段柱 又下又上又上又下 我想超过10个波都不知道 前面这里又要上另一个波了 这个应该就是码头封顶了 前面就是 码头封顶了 哇 刚才那个电箱光射啊 现在的时间是3点13分 上到这个 船湾淡水湖郊游径的码头封 好 最后下回来 那就烏鸠腾完成今天的脚程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